大家好,我是坦克老师 今天我会来教大家如何开始使用Inkscape绘画软件来画 我一般都会给予初学者们上过两堂基础课程后 才会让他们进入接下来的学程 过了这两关后通常接下来的课程 学者们都不会面临很大的问题 而今天我就会来教大家第一个基础学 Foundation 1 请大家打开了Inkscape软件后 请选择圆形工具 然后我们就在画板上画一个正圆形 也就是按着Ctrl画 然后呢,在画完的时候放开滑鼠了才放开Ctrl 如果发现画了有任何问题 比如说看不见,别慌 我们就在上面这一个,我们会看见这三个模式 我们选择第三个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选择了过后还是一样是空白的 也别担心,我们就到这一个Object 然后选择Field and Stroke 然后我们就会看见这一个颜色盘 在这个颜色盘里会有CMYK还有一个A A就是代表Alpha Alpha的意思是说它是一个实体性的那个颜色选项 Solidness 所以我们把它调满100%就没问题了 通常学生们会有时候不小心把它调到0 所以它怎么画都好都会是看不见的 所以我们把它调满就没事了 好,接下来我们就选择这一个正方形 我们就选择另外一个颜色 蓝色 然后我们再按着Ctrl 画 画完了,才放开滑鼠键 然后才放开Ctrl 好,接下来我们再选回第一个工具 然后选择这个圆形 然后呢,我们就在键盘上 按Ctrl D 就是按着Ctrl,然后D按一下就好 然后这个就是它会复制在这一个圆形的上方 Ctrl D的意思是复制 所以复制了过后 我们按着Ctrl 然后把它移一下 它就会直直的下 然后放开滑鼠键 才放开Ctrl 好了之后 我们现在要做一个 就是把这一个圆形调成椭圆形 怎么调呢? 我们就按着键盘上的Shift 按着 然后在这一个旁边 这两边 我们就直接按着 调进去 它就会一起进变成一个椭圆形 好,接下来 我们就选择这一个正方形 一样的按Ctrl D 按着Ctrl D按一下 它就会复制过后 我们按着Ctrl 把它移一下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它旋转 怎么旋转呢? 我们只要在这个正方形选择了过后 我们在身上 再按多一下 你会看见 这旁边的那一个轴 它就会变了 所以我们就在这一个角落 的这一个轴 我们按着它 转就行了 好,接下来 我们再选择回这一个圆形 工具 选择回第一个工具 选择这一个圆形 然后 按Ctrl D 然后把它移一下 按着Ctrl移一下 好,接下来呢 我们选择回这一个第二个工具 然后呢 我们就按键盘上的 Ctrl Shift加C 就是按着Ctrl和Shift 然后C按一下就好 然后你会发现 这个原本有三个点的 然后变成四个点了 好 我再深入的解释多一下 放大一点 大家选择回第一个 用第二个工具选择回第一个圆形 你会看见 这个圆形会有三个点 分别会有两个正方的点 还有一个小圆形的点 如果 如果这一个还没被按过 Ctrl加Shift和C的话 它会有三个点 按了过后就会变成四个点 所以未按前 在电脑里 它会称呼它为Object 我们在这一个Path 就可以看到 我们选择这个Path 然后你会看见 这第一个Object to Path Shift加Ctrl加C 看到了吗 所以在还没被Object to Path之前 它是一个Object 它会有三个点 它可以做成这样的形式 大家看看 我在这个小圆形这里 我调高 它就会变成这样 看到吗 如果不对了 好像现在 它都可以调成这样 如果你随时你要把这个圆形 变回圆形的话 你按回这一个圆形 然后把它按成第三个 它就会变成小圆 变成那个圆形了 但如果大家把这一个东西 Object to Path的时候 变成有四个点之后 它就不能够再像 第一个圆形一样 调回那一个样子了 它就会变成这样 所以大家试试看 我们先选择 用第二个工具选择 这个右边的一个点 然后我们按着Shift 选择另外一个点 然后我们就按着Ctrl 然后把它移一下 看到吗 就是说 其实这 当它变成四个点之后 其实它会比较方便的 也就是说 它可以变成一个 可以被调整的圆形 可以让你任何 怎么调整都可以的圆形 所以第二个工具 我们都通常称呼它为 节点调整器 这些 这四个点 我们都会称呼它为节点 好 接下来 我们选择回 第一个工具 然后选择 第一个正方形 然后按Ctrl D 复制它 然后按着Ctrl 把它移一下 好了之后 一样的 我们按Ctrl Shift 加C 然后呢 我们选择回第二个工具 把它调整成 不再是正方形就行了 就比如说 我就调这一个点 然后调这个点 每一个点 我都动一动 让它变成 不再是正方形 就变成四角形 OK 好 接下来 OK 这时候我要你们选择 这两个一起选择 它有方法 有两种 第一个就是说 你选择了第一个 这个东西过后 我们再按着Shift 选择另外一个 OK 或者是另外一种方式字 在外面按着拉 选择 好 在这里我要补充一下 也就是说 当你要选择 要用这一个拖拉的方式 来选择两个东西的时候 你一定要确保 在你拉的时候 就是 这一个方格 你会看这一个方格 一定要包括这两个东西 完全包括 才可以被选择 我打个比方 如果我示范多一次 就是说 如果我没有完全包括 我只是碰到他们 它是不能被选择的 看到了吗 所以现在 我们选择这两个 然后 我们按Ctrl D 复制它们 然后把它移下 按着Ctrl 移下 然后放开滑鼠键 才放开Ctrl 好 这个时候呢 我要大家是 把第一个 这个圆签 我要翻转它 就是Flip它 所以我就按这个键盘上的V键 V V 按了一下 它就会上下翻转 V键就是上下翻转 所以 也就是说 Vertical Flip 所以 Vertical的意思是 指垂直的意思 所以 第一个字母就会翻成V 也就是上下翻转的快捷键 接下来 我们选择 我们选择另外一个形状 然后按Hash 来翻转它 Hash是指左右翻转的快捷键 也就是Horizontal Flip 指的是横行翻转 好 最后 接下来 我要 在这个画板上 把旋部选择 然后把它调小一点 按着Ctrl 在这个 这个轴这里 我就按着 拉进去 把它调小一点 好 好了之后 就在外面按一下就好 也就是说 Deselect OK 最后 让我们再选择 这一个圆 这一个形状 还有另外一个 按着Shift选择 这一个 然后呢 我们按Ctrl D复制 然后把两个一起一下 按着Ctrl 然后拉下 然后放开滑鼠 才放开Ctrl 好 最后 我要大家尝试 换这一个 两个的东西的颜色 第一 我们选择这一个 然后我们试看 换它的内色 体色 如果你要换它的体色的话 我们只要在这个颜色盘里 选择 选择随便一个颜色 比如说我选择红色 然后呢 我要选择它的外线的颜色的话 我们只要在键盘上按一个Shift 然后选择 如果就选择黑色的话 大家就会看见 我的外线是黑色的 看到吗 如果大家觉得它的外线太细的话 大家可以到这一个Fill and Stroke这里 选择Stroke Style 然后你会看见这个Width 我们跟它改成3 只要这样子 只要这样子在这边 highlight 按着 拉 highlight起来 按3 然后按Enter就可以了 看到了吗 这里的外线就会变出了 好 接下来另外一个 我们在这一个也是一样 我们做同样的事情 我们只是用可能选择不一样的颜色 比如说我这个选择青色 然后外线我就选择 这一个 红色 然后呢 大家再练习练习一下 其实是一样的方法 只是用我们就选择不同的颜色 然后再把它加出 Enter就行了 好 接下来 让我们来把这个文档储存下来 怎么储存呢 就是在键盘上的 按Ctrl S 它就会出现这一个视窗 然后我们就把这一个改成 Tank 也就是我的名字 然后呢 就按一个F1就好了 改好名字过后 我们确保这个SafeFtype 我们确保它是在第一个 Inscape SVG 然后 我们就按Safe就行了 好 今天 这一个第一个基础课程就到此为止 下个星期 同样一个时间 请留守住Dynabook 小学教育分享区 我们会继续上载 接下来的电脑绘画教材 谢谢大家 con Air 首先 由于